高雄一名驾驶兵士车的刘姓男子认为驻同大楼车位仅邻一旁的日产汽车尼森车主刘南停放位置离太近 两人时常为此争吵 兵士车刘南竟在车位之间的三个警务停车告示牌 各家装刺牌铁钉成钉墙涉嫌造成对方开车门被刺伤 雄箭经依伤害最起诉兵士车主刘南 据了解 兵士车主刘南为35号车位 尼森车主刘南则为34号 由于35号令侧警铃墙壁 得靠34、35中间空气出入上下车 34号庞市基林地 兵士车主虽要求尼森车主应往旁边停 曾透过管委会出面协调 之后一次希望尼森车在停更过去超出车格 遭到否决 双方一连串互相干扰对方停车 直到闹上新闻版面 检方调查指出 兵士车刘南三月设在两车位间 将原本摆在自己车位 三个家装保利龙的请勿停车告示牌 在各个家上四排铁钉相当靠近中间线 同一天 尼森车主刘南返家 下车左小腿便遭铁钉刺伤 还造成擦伤 份儿报警提告伤害 42岁冰士车刘南甄讯 指出他在自己车位摆油铁钉的告示牌 有产权是对方自己侵入才受伤 但检方批评一般停车完毕 都会从自己与隔壁车辆间的空间下车相当合理 冰士车主刘南多次抱怨隔壁停太近 可认定家装铁钉举动是针对 尼森车刘南不能以拥有产权来辩驳 高雄地检署针结 依涉犯伤害案件起诉 冰士车刘南丁强势请勿停车告示牌加装保利龙 在各家四排铁钉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 高雄一名兵士车主刘南已不满要求隔壁车主停更过去未果 近百丁强 导致对方下车刺伤提告 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